我 我的行李呢 你不是打电话说在你这儿吗 你喝酒吧 根据女佣雇佣合约 你不能喝这么多酒 看样子 你做个女佣 我都不是个合格的女佣 对 你说得对 就是做什么都不合格 你说过 一个经常性跳槽的人 要么是非常有能力 要么就是极度平庸 可能我就是那种 极度平庸的那种 我 好聪明 我就是一个 我就是一个心败的人 好聪明 你发了什么酒疯 赶紧给我新银酒去 我明明没有潮心 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说我潮心 一点见识的机会都不给我 你们还骗我 明明有前女友 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 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 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 你告诉我 你说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说什么 进来 老板 这儿有一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金秉所 你让新盛珠宝公司的钱 负责人过来见我一下 您不是一直都很少管新盛的事吗 是的 我现在就去 隐石系列要上市了 可是池氏集团没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说设计稿的归属问题 这可是我作为珠宝设计师 这是第一次设计的稿件 心情真是糟透了 还要被下放到商场做民调 不过也还好了 趁机看看客户们都是什么需求 隐石系列谁给你的 是设计部研发的 你要知道 你自己坦白跟我查出来 那两者的待遇是不同的 发生超级事件后 我也觉得奇怪 暗中打听 查到的是郑保珠小姐的助理 就没敢接着查了 金秘书会给你做新的安排 出去吧 池总 导致 聪明啊 迟墨 聪明 迟墨 你回来了 迟墨 聪明 你别喝了 你怎么喝酒了 你告诉我 你怎么在这儿啊 不要你管 迟墨 你这个大坏蛋 明明是我的设计稿 你非要说我抄袭 还搞什么女佣雇佣合同 说什么保护我 要不是你要追查什么车祸 我这一辈没人跟踪吧 聪明 你说 你跟迟墨一直住在这儿 迟墨 你个王八蛋 对我的女人打主意 嗯 嗯 嗯 长得好像小夏啊 嗯 只可惜你不是她 可惜她还是别人的前男友 聪明 没有啊 我 我那天还有句话你没听到啊 我那天说 我要处理好以前的感情垃圾 重新给你开始 但是你也不接电话 你还跑到这儿来 自己在这儿喝闷酒 聪明 你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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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晚上喝醉酒 是不是跟迟墓说了什么 我告诉你啊 这个东西 它就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发明 没有之一 表哥 你站着干嘛 过来帮我弄弄啊 我 就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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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过来 金秘书 过来 过来 我说你爸来说办好了吗 按照您的吩咐都已经办好了 可是您确定要这样做吗 你有意义 没有 没有 咱们 走啊 走啊 趴来 咱们 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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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啊 怎么了 冷啊 那个 你 你把空调关小点 好好好 去 把空调关小点 我这次来呢 就是要给好聪明女士 开一个道歉大会 什么 道歉大会 那我又做错什么了 就是表达我对你最真诚的歉意 听密书 这个呢 是我亲手写的道歉书 陨石系列 确实是我们无耻的剽签 是撞车撞车同一次 你不舒服啊 听密书啊 你不舒服啊 听密书啊 没有 没有 我今天来 不仅把陨石系列的创意 还给梅克拉美的著名设计师 好聪明女士 恢复其名誉权 因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我们池氏集团全部赔偿 我诉 我池默保证以后绝对不会 再为难和聪明下 你真的是池默池大爷 我不是在做梦吧 那你会不会后悔啊 这件事情段经理 会被他在意细节 石系团将发表声明 女石系列的创意归美克拉美 当然 由此造成的损失 我们迟致会进行赔偿 至于其他的嘛 我想我们都是生意人 总有合作的机会 对不对 你先说的有道理 你先说的有道理 对呦 不能后悔 这样 我来教你吧 你 你拿着这个 我们拍一张照片 作为物证 好不好 来来来来 你来跟我拍 你拍点啊 来 一 二 三 好了 再来一张 再来一张 拍脸啊 脸 我想想啊 对 手机给我 我再录一段视频 好不好 关于陨石系列的事情 确实是我们池氏集团 无耻的 不要脸的抄袭 抄袭人家著名设计师 是一个好聪明小姐 所以对此我池氏 感到非常地惬意 我真的是 太不要脸了 金秘书 你要是真生病了 你就去看病啊 免得外人说我们池氏集团 虐待员工啊 你这是在教我怎么 对付你自己吗 你不用管这些 这样吧 大家都来合个饮吧 快点 这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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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还有你 好 你来拍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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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请 您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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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她是没吃药 还是吃错药 终于还是还我清白了 加油 好聪明 今天我一定要跟好笨蛋 完成我的告白 晓晓 聪明 我们和好吧 好不好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送你回家啊 好不好 你帮我拿着吧 好 来 先生您到了 嘘 师父 不好意思啊 让这位小姐再睡会儿 那个比药你就照打 到时候多少钱我照付就是了 谢谢 进来 老板 您昨天是不是没休息好 怎么黑影圈这么重 没有 喂 金秘书 我问你啊 我昨天 有没有什么不对劲啊 您为什么这么问啊 是关于美克拉美珠宝设计师 好聪明的那份道歉信 您昨天好像喝多了 非要给好聪明开什么道歉大会 我怎么拦都拦不住 您还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 我一怂我就没敢问您到底什么情况 您这是 是 行了我知道了 你出去吧 好嘞 怎么样 英明神武的我替你洗刷了一个未来明星设计师的冤居 嫖妻案就此结案 迟晓墨 我办事您还满意吗 果然又是他 我会找到让你不再出现的办法 这个身体是我的 绝对不会让你肆意恢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 垃圾 知道了 知道了 你对不起 对不起啊 干嘛要答应这个混蛋 搬到这个地铁都没有的地方 每天骑自行车上班 算了 我就当健身好了 加油 上坡 保护环境 人人有责 怎么还有那么长 要不要我载你一声 你有那么好心吗 我才不上当呢 再问你一次 上不上车啊 谢谢你啊 我才不上当呢 喂 抓坏你吃我不赔的 你背我干嘛 喂 喂 你放开 干嘛 你放开 你干嘛 我说过的话 不会说第二遍 没有任务 知道了 那 那我自行车怎么办啊 我会找人上后 马上找人把路上的自行车搬回去 对 迟大爷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他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 来 来 去吧 是 怎么办啊 快走 就到这里就可以了 我自己坐过去 我坐你过去 你的车太招摇 同事们会误会我的 停车 这不是吧 不是 小盛 要我说第二遍 谢谢 我给你上 拿着 太帅了吧 帅啊 好聪明 你什么时候放大款了 这不是池氏集团总裁吗 好聪明 你换男友了 上班上班 上班 换的还是同款 你的口味真是相当的一致啊 好聪明 明明可以靠男人吃饭 干嘛要靠才华 好聪明